如果王者只剩下射手英雄并且都出六剑不要钱的无尽战刃 那么在这么离谱的规则之下 黄中能否打得过黄中呢 好的 擂台开始 我方黄中二技能起手 最后两个人都开启了大招 不过敌方黄中居然开启了弱化 不讲武德 看好了 小飞过来咯 你不要过来啊 哎呀 小鲁班成功拿下黄中 随后后裔登场 像你这样的大师手法一定很厉害 好家伙 这么近的距离 后一大招都能打歪 真是老奶奶竟被我给爷整笑了 随后一只穿鱼剑 鱼姬马上来相见 可怜的残血小炉蛋 根本就不是满血鱼姬的对手 我来 我知道阁下的鱼姬很强 在当我请出我家的鱼姬 阁下又该怎么面对呢 别打了 我不打 对付小李飞刀 那肯定是要请出敌人节 导演给我来个帅点的出场特效 好的 马上安排 怎么连个圆方都打不过 最终还是需要我来出手 OK呀 内台也是进入了尾声 最终谁能拿下胜利呢 注意看我细节 直接死掉